这个也是一个艺术之都的一个盛世 《通宵看展》这也算是第一次 今天确实有一种这种嘉年华 狂欢节的感觉 非常开心 非常放松 今天是我来看这个展览的第六次 今天特意选半夜这样子来 希望人稍微少一点 我可以从头从第一幅画开始再看一遍 人很少 然后看到了更多的细节 甚至数到了梵高的画像有多少只蝴蝶 在上海人已经像白天一样 特别还排队 我进来的时候还感觉到排队的 我觉得真的不可思议 说明我们现在大众对艺术的一种感染力 一种欣赏力 它都在提高 这也是我们做一次创新的尝试 截止到目前我们这个展览 观众已经超过四十多万 所以应该是打破了我们中国博物馆 这个单个收费特展观展的人数的级 应该是十五千里的 应该是十五千里的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